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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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觀察家 謝志柏 宏益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住在那邊 是 觀眾看 是 好 那麼另外邀請到的是婚故業者Vivi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媒體人李文婉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藝人LaLa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律師雷秋 雷律師 曾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婚前講的不算數 因為這個 有一位二十六歲的蔡小姐 她在朋友介紹 介紹之下 認識了三十歲的一個小開 她叫J男 我想這個J應該是Joe 而不是James 或JJ 或Jacky 結果呢 他們這個後來交往 那感情不錯 女生懷孕了 但是兩個人後來鬧到 這個女生去告她 那情形是怎麼樣 我們請文婉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二十六歲的女孩子呢 剛剛有提到 透過朋友的關係 就認識了這個小開 那其實他提出 他也特別講說 為什麼兩個人後來要走到 就是說我去歡迎告你早期的問題 就是在哪裡 他呢 其實他們是在 就是應該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當時他提出了一個對話紀錄 就是說那時候交往過程當中 因為女生才二十六歲 他一直想說要避孕 可是男生跟他想說 沒有 我們要計畫生小孩 然後為了讓女生覺得說 他誠意十足 所以他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帶他到準夫家去 你看我們家裡在這裡 是真的 我不是騙你的 然後呢 而且呢 還呢 讓他住進家裡面 不只看準夫家 還住進家裡面 跟他同居 甚至呢 還呢 幫他把所謂的這個座椅子中心 都找好了 都定好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他當然心裡 女孩子心裡就安心 可是沒想到 就在呢 有一個月黑風高 這個我說的 就一個 有一天他醒過來之後 他那時候已經五個月了 已經 已經住進去五個月了 有一天起來 突然發現男生怎麼不見了 然後呢 就在這個房間裡面發現了 男生留下了一封告別信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一封告別信是什麼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女孩子呢 叫這個小 他把他這個 馬起來了 他說對不起 沒能符合你伴侶的期望 我 我這個常常呢 這個推脫 閃躲 飄渺 我確實不是個好東西 對不起 可是我真的很愛你 但是也許我們所想像的愛情是不一樣的 我太沒有責任感 太懦弱了 這段時間看清很多事情 所以我想找個沒人認識且遙遠的地方 安靜的離開 重點是沒人認識且遙遠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裡 請你好好保重 最後也謝謝你的愛 這就是劉德華的謝謝你的愛 我們現在算歌劇了 所以他就在 怎麼突然間沒聲沒睡 沒有說一聲道歉 已經這樣五個月了 五六個月了 就是沒聲沒睡 也都沒有講一聲 就不見了 人間蒸發 然後只留下了這一封告別信 那他當然就很緊張啊 可是呢 他就趕快找他的準婆婆說 怎麼辦 你兒子不見了 結果準婆婆呢 不但呢 沒有就是說站在他這邊 或者安慰他 就說你是不是 你害我兒子失蹤 再來 我呢 不承認 他說那但是我肚子這麼大 他說你來證實你肚子裡面的孩子 是我們家的腫 再說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想說這個沒人知道 咬我的地方到底是在哪裡 結果後來有一個很 這個就是戲劇上的一個轉換 就是一個轉變 就是說原來也沒有很遠 他只去外島度假一天 就回來了 就找到那個男的 找到那個男的 只是他其實很明白的說 他覺得他們這個個性不合 他不想要這個 就要想結束這段關係 對 他們還真的去拍婚殺照 對 這個就是婚殺照 那拍得非常的甜蜜 我先請教一下 拉拉 你覺得他是真心想娶他嗎 我覺得當下是真心的 可是因為女生懷孕過程 可能會有一些荷爾蒙變化 然後跟生理上的不方便 他可能就發現原來我要交往的對象 他懷孕了 可能就不能像談戀愛一樣 什麼都可以來一下 然後什麼都可以配合 就是孕婦他本身情緒是很多的 他可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所以要當人家的爸爸 所以我覺得他當下是有愛他 是想跟他結婚 但他沒有去想像過 原來步入婚姻生活 會有這些考驗 如果你是這個女生 你會放過這個男的嗎 我現在就不會放過 我以前比較笨 所以才離婚什麼善養背又沒有拿 我現在就學聰明 而且又那麼多律師好朋友 我一定會去詢問說 應該要怎麼做 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對 所以來上娃娃 那個學很多 有學很多 但好像也來不及 現在也年紀大 也生不出來 怎麼會來不及 未來的事很難說 對 Vivi 你覺得他想跟他結婚嗎 我覺得沒有想跟他結婚 那就真的是想騙 我覺得他是 他應該是說 一開始是被愛重婚了頭 然後他的結婚的 你說男的被愛重婚了頭 對 然後他心智 就是都還很不成熟 所以我覺得他還搞不清楚 就是結婚的狀態是怎麼樣 對 所以他可能是會用 這一種熱戀的心情 然後去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編織一個夢想說 我們未來可以有一個家 可是他真的踏進去的時候 他發現跟他想的不一樣 婚姻的狀況 跟他原本幻想的狀態不一樣 其實熱戀期本來 我覺得一般情熱戀也會是這樣 就是說你熱戀的時候 跟熱戀期退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我當初為什麼會跟這個人交往 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男生現在 呈現的感覺是這樣 可是他又怕被 這個女生講說他屎亂中期 所以才會故意又寫了一個 那種文情並茂 很像多麼愛他的心 我不好 是我不好 對 很多男生想要撇清關係的時候 都說都是我的錯 可是其實心裡面根本不這麼認 那你熱戀期會有多久 熱戀期一般來說 通常有人說是兩年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都速食愛情 所以也有可能半年後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 在一起沒多久就開始同居 我覺得同居是打壞一個人 對愛情幻想的第一步 所以要結婚要同居一下喔 因為你同居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真的要同居 因為像我身邊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在跟他先交往的兩年裡面 都沒有同居 他們就有點算是 假日的時候才會在一起 對 然後他後來就跟我講說 其實他有點後悔 當初為什麼婚前 沒有做同居這件事情 因為他說如果同居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發現說 其實他們兩個人 在生活上面的習慣 以及說金錢的價值觀 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因為你那時候是 假日才在一起嘛 所以你在一起的時候 你沒有空爭吵 沒有空去計較這些事情 你只會想的是我要把握 這兩天在一起的時間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狀態 就會變成是說他們真正同居的時候 這男生才會知道說 其實這個女生的可能他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他對很多事情處理方式 對 就不一樣 那請教劉邱律師 因為他們男生之所以會這樣 是因為他說在懷孕期間 女生一直婉拒男生發生性的事情 兩個人因此大小吵不斷 請問懷孕期間可不可以做 懷孕期間 不是可以 我怎麼變成醫生的角色 應該要call out給那個 館保人員 這個應該要問社會觀察家 要call out 我以為要法律的問題出現 不是啊 你們都低估了 雷邱律師啊 人生經驗多豐富啊 我聽說是前三個月不能做而已 你看吧 終於我回答了嘛 前三個月 可是他已經懷孕五個月了 對 所以後期好像是穩定期是可以的 那你覺得他是真的想要結婚 還是不想要結婚 我不覺得他想結婚 從哪裡看出來 我覺得就是 社會觀察家 你別忘了這個問題要問 這個你比較懂 我覺得就是以一個男生的角度來講 我不認為那個 就是才交往半年 會那麼快講到說 我要讓你懷孕 搞不好就只是一個 他不想要帶還是什麼的理由 借頭而已 那就真的騙 我覺得以這個角度來講 是騙的沒有錯 對 那個問題問一下 是 我覺得他當下是想要結婚的 因為 不是啦 是 你說 你說 懷孕期間一直婉拒 他發生性關係 所以兩個人 因此大小草不斷 是 他用這個理由 女生認為是這個理由 他才不跟他結的 我覺得懷孕期間 發生關係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說男生是想不想跟他結婚 我認為男生想跟他結婚的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 對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想要找一個女性 然後加上他是家裡也蠻有錢的 如果只想找個女性 然後可能跟他發生親密行為 是沒有必要還要幫他訂閱職中心 然後給予那麼多承諾 因為這些都是留下紀錄的 對啊 會讓他之後要再跟其他女性發生約會 為什麼都是造成他的不便跟除外 這有意思 雷秋律師認為他沒有要跟他結婚 你認為他是想跟他結婚 我認為當下是想要跟他結婚 那為什麼要離 為什麼要離 我覺得很多男孩子 尤其是可能家裡保護過度的男孩子 可能家裡給他的條件 各方面都相當優渥 所以他抗壓性相對較低 那所以他進到這個關係裡面 他發現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反正有些男孩子也有戀愛腦 他有很多粉紅泡泡 他發現跟想像中不一樣 戳破了 那他就想逃避 他就想躲 那我覺得就造成這樣的現象 真的要躲 躲一天嗎 有人在躲一天了嗎 萬一這麼難味嗎 這個等一下來請教雷秋律師就說 那這樣告是要告什麼 好不好 來先休息一下